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它集合在一起 就是又有什么瞬息全宇宙 再加上这个Fresh On Ball 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 Fresh Off Ball 管它呢 反正就是那个初出来乍到 但是真的把它作为国家战略 作为文化输出的 整个亚洲好像只有韩国 当然日本的动漫算另外一个系列 当然了像台湾之光的那个麻豆传媒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这个我们下次单独聊 楼已经歪了 被你聊到什么地方去了 OK 这个是怒呛人生 我自己也只看到第二集 但是整体来讲 它就是想告诉你一面 告诉大家 Life is tough 就是生活是很操蛋的 那么在这么操蛋的生活里面 不管你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像寄生虫那个样子的 还是生活在顶层的 他们都有很操蛋的人生 那就和This is Us一样了 是这种类型吗 不不不不 This is Us是属于山类型 就是从第一集可以哭到完结季 第六季的那种 但是 不好意思 这说明你没仔细看 我没看过什么 This is Us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FUCK的词 我就告诉你 没有 我搞混了 我说的是那个那个句 就卑鄙的那个 你说的是那个无耻之徒 我搞混了 对 有点无耻之徒 它跟无耻之徒呢 也不像 因为一个是完全亚裔的 一个是其实很老美的 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片子 大家自己看吧 反正那个女主男主都挺知名的 我没看过 女主是那个黄阿丽 就那个脱口就演员 男主反正一看脸就知道了 整体来讲 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的 不单单是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剧情 还有就是他这个 整个这个含义的这个团队的 这么一个制作 我觉得真的 其实现在 很不容易 Netflix支持了非常多这一类的片子 但是好像 Netflix在亚洲有很多的studio和工作室 但是好像只有韩国的现在是最出产的 还有台湾 台湾那几部有名的都是Netflix的 那Netflix干嘛不资助一下麻豆传媒呢 你又把落子给溅 mask 你又把落子给剪歪了 Alrighty 继续继续继续これ 那接下来推荐一部国就是中国的国产剧呢 其实是呃我们陈建彬老师和陈晓 共同主演的那个 成分十三年 成分十三载 播完了 前两天播完了 播完了 对 这部片子 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推荐呢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 是他们俩主演 我就想看 但是首先呢 我被那个 他是谁给这个吓到了 因为没想到 能够赖为赖 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呢 我想我就索性等一呢 而且其实你让我每天追着 这个一击两击 我也觉得很累 所以我想 但是他里面的演员阵容 真的不行 所以我就把它等到 他大概放到第十七十八集的时候 我才开始看的 我大概花了四天的时间 我把它完全都看完了 整体来讲 就是说首先这个片子 第一他没有烂尾 第二 预言太言的好 当然 你只能说呢 他的编剧是很完整 你不能说他完全什么 接力气啊 现实感啊 这些我都不去说他 其次呢 其实我觉得 我看片子 还是非常看演员的 因为其实我一旦看到 是陈晓和陈建斌的搭档 再加上他那一马溜的那些 实力派演员 更为配角 这片子其实他不会差 对 而且尤其像你说的 渊太 其实 这里我不怕剧透啊 渊太就是那个 十三年前那个凶手 都看了 十三年后的那个凶手 是他儿子 就是当时他看到渊太的时候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告诉我说 他说渊太 我一机灵 我说对 这个人的确是在演制表里面的 然后他最后就说 他说 那他是凶手不奇怪 因为 因为他应该不太可能会 只演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色 就好像当时那个开装 那个司机是黄爵演的 黄爵演一个 就是路人甲 路人甲 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王一博 不可能演反派 你想说无名什么 对 对 讲到这个 大家来插一句 就是讲无名 那前段时间 他没说 看不下去吗 我看不懂 他跟我一起看 看完之后 我就跟他说 哇靠 太好看了 后来被他带了 我觉得说 这部片子 这部电影 当时没去电影院看 是有点可惜的 好看 那种场景 那种沉浸式 那种话剧式的表演 那种压抑感 那种屏幕给你的 就我们在小屏幕上看 不是在大屏幕上看 给你的那种压抑感 太完了 如果是在电影院看 而且其实我只看了一遍 我可能不太可能 去二刷三刷 因为这片子压抑感太强了 我不太可能 二刷三刷的 但是就是一刷 我都能够感受得出来 就是成尔对于 王一博的这个调教 那些很多的面部表情 动作表情 以及他想表达的 就是他是 我党 忠贞的我党 那不就是跟张艺谋调教 那个易烊千玺一样了吗 好的导演 好的对手 就可以把你一个 小鲜肉流量明星 捧成演技般 其实他这里面呢 一个要看一下周迅的表演 虽然他出场不多 但真的是教科书的表演 他怎么把一个 分别五年的 这个地下党的夫妻的感情 把他演出来 还要感谢梁朝伟 就其实梁朝伟在为人配信 一开始我会觉得他是主线 但最后明白 哦 他是一条线 而且梁朝伟其实很典型 大家都知道梁朝伟 这种懵骚演技法 就是其实他很适合 把他想要表达的事情 用他的演技表现出来 他其实他作为76号 那个主任 他那个在盘问黄磊时候 你就觉得就是一个 另一个惊动 梁朝伟演戏是不用台词的 他还是功力很好 他不用台词 他是用那种感觉 那种张力 眼神 眼神 包括你想像那个时候 吴建道 那个时候 那个和汤伟演的那个什么 色戒 色戒 他全都是 还有一代宗师 对 他全都是在用这种很内敛的感觉 哦 还有花眼年华 啊 内敛的感觉 那种张力 那种表现 肢体 那种僵硬 啊 刻意的那种情绪上的作作和冲突 把一个人表现得非常完美 包括这次五名里面 前面的那种收 和后面那场打戏的放 啊 对 那场打戏 把他完全看 蒙掉了 他怎么都觉得 王一博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 你会有突然一瞬间的 质疑 对 我后来就告诉他 我说 这个月华 就剩王一博 这一根独苗了 怎么会让他演反派 他不会演反派 我说 我说我完全没有看剧头 我为了这部片子 我完全没有去看过 任何的剧头 和那个所谓的讲解 我就为了看这部片子 但是我就告诉他 王一博不可能是演反派 那么为什么 我选看这种导演的 这种时代戏 就是 他的浮化到处都很好 你们可以去看 他们的西服 是完全是三四十年代上海 他们那种扩脚裤的那种西服 就是 就是卓斌铃那个年代嘛 就是 看他的裁剪 上身是非常fit的 三件套 有马甲 那个时候是很流行 穿马甲的 有三件套 格子的 或者条纹状那种西服 然后裤子的裁剪 不是像现在这种fit修身的 他到脚踝这边是扩脚的 所以你看最后打完之后 王一博不是躺在地上 那个裤子的裤腿是趴开的 包括他在哪一场戏 从外面走回来的时候 那个裤腿和现在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有点飘的那种感觉 这种浮化到做的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陈尔 我后来查了一下 他好像江苏人 他是不是对上海有什么误解 老是喜欢拍上海 对 但是有一点就是 王一博一开始上来和那个 那个谁的对戏 对手戏 就是他的上海话很明显就是属于很 很僵硬的那种上海话 当然按照他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设定 他作为一个中日的混血 以日语为主的 以日语为母语的 然后在上海生活 可能讲一口有点别想上海话 我也能接受 但是反过来 其实你当你看到就是包括 呃 配戏的那些人 那那一口上海话 包括很多人都觉得江苏盈演的那个女性 真的不错 就是他上海话讲的很好听 我就告诉大家 上海话真的很好听啊 当然 当然不 我们也可以把上海话说说的很骂人 对吧 那一样的 所以讲到这个呢 就不得不讲一下 片子里面就关于那个醉虾 啊 啊 那个场景啊 就是很多人都在那边分析这个醉虾 从出现过两次 就是他的意义 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我就告诉你 我岳母 我岳母不是一级厨师吗 我们家吃的 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一上来 就连那个玻璃缸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 一定要有那个透明玻璃缸 然后那里面是南乳汁 嗯 然后我岳母照顾我的口味 还会放一点香菜末在里面 啊 那个感觉 当然 我们在洛杉矶也用其他的虾来做 没有江南地的那个小海虾 我们一般都是用竹节下来来代替 就只能保证他一定是活的 或者是那个味道 对 还可以 但是他已经没有那个 我以前江南地方的小白虾 其实味道不对的 一口咬下去的味道是不对的 因为太大嘛 小白虾小嘛 他就好像入味嘛 对吧 嗯 一看我就知道 哎呦 这个 当然我们也知道 出了江南地方之后 大家都觉得这个场景很血腥 对不对 就很血腥 那么南乳汁 但是其实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的 一点不血腥 最后呢 我想这个call back 讲一讲那个欢乐颂四啊 欢乐颂四基本上快结局了 应该来讲 欢乐颂三的 我看的其实挺纠结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没讲清楚 但是欢乐颂四 我真的觉得这是不好片子 当然可能从这位的角度 他会认为说 因为我是女性 因为这是女性群像剧 他认为他 我共情了 但是我想表达 我先等我讲完 我想表达的是 欢乐颂四其实是把很多 现代社会女性碰到的方方面的问题 把它给展现出来 而展现出来之后 她们还用女性的方式来处理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所谓的女性方式处理是什么 大家可以讲一句 就是比如说以暴制暴 你比如说像Lucy解决性骚扰这个问题 其实她用的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方法 对不对 再比如说用理性用数据的方式 不管你听得尽听不尽 我跟你就是这么来讲的 我表达完我的观点为止 所以就是欢乐颂四 我觉得大家不要去喷这部剧 也真的不要去帮她把 欢乐颂一和二做对比 因为首先在我看来 她除了挂了这么一个名字 以及同样都是女性的这个群像剧之外 她其实根本就是两部剧 因为她如果这么讲吧 就这五个演员 你如果不讲她是欢乐颂 谁看 那你如果打着一个前面的这个光环 至少别人会被她吸引进去 那我认为这部剧 尤其是放到第四季的时候 它是很成功的 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作为一个女性 我真的觉得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些事情我也怎么处理 不管是原生家庭问题 家庭暴力问题 还是那种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学历问题 结婚问题 生孩子问题 都是这样 我只是觉得这个编剧是女性 她在用女性的视角 看待这个世界和男人 里面有几场她刚才 她在给我看的男人之间的戏 我觉得太女性化了 很宫斗对不对 对 所以我刚才她给我看了一场戏 我就不戏说是哪一场了 我直接就问她 我说如意传是不是编剧也是女的 我说我在看这场戏的时候是两个男人的戏 我就觉得我在看如意传 完全是由你们女性的视角 在揣测男性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会怎么解决 会怎么对话 但其实男人不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很违心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男人喜欢看这部片子 反正呢 我太太喜欢看就可以了吧 对吧 我也不会跟她看 我不认为有男人会喜欢看第三和第四部 如果说你第一第二部 可能男人还会冲着类似于像 刘涛 美女 蒋星 包括王子文 对不对 那样子 对 就是大家还会冲着这些的话 那第三第四部 我相信应该没有男人会喜欢 这几个女孩子 对 哪一个有女人 然后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何敏红这条线 其实这条线呢 我看得挺津津有味的 我倒不是幸灾乐祸 而是我觉得 就是像最近小红书上我也看到了一些调论 说如果你是24岁25岁 遇到这么一个电视剧里面设定了这么一个有经历 结过两次婚 离过两次婚 家里面有一个老年痴呆的那个老母亲等着照顾 自己又是企业高管 从深圳又到上海 有社会阅历 如果是这样一个男性 对于一个2425岁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出生的女孩子 家庭还算是小康偏上 那这叫拿捏 父母又都是在这种事业单位工作的 这不叫拿捏 这叫碾压 是的 但是不好意思 如果你遇到了 我只想说这是你的结 这是你的命 那你就遇到了 你就遇到了 这个时候我认为周边的人 包括他们整个22楼 其实管都不用管 他们命 我们作为上帝视角看就可以了 但是你说你都被人家骗上床怀孕了 后面能怎么样 我都不用去想象 也许编剧可以把它编成到第五季的时候 把孩子打掉了 打官司了 怎么怎么地 但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子的 现实就是他们一定会结婚 现实就是他们一定会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他可能真的在家里面照顾老娘 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什么 上海女人在美国的追剧日常 又是追剧 没有 没有其他主题 没有其他主题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认为欢乐四送很好看 还有前面的几部戏和电影 没错 对 所以不要去想什么升华不升华 都是戏 不升华不升华 喝酒喝酒